等一下煮一個超簡單的東西 菜料它只有蛋 高麗菜跟香菇 然後還有一個雞肉的飯糰 我等你把它 我把它 先把它掛起 然後醬汁變成 一大 然後你把它放進去 應該就可以了 看到沒有好 看到沒有好豐盛的青草 還有香菇 還有我剛才放進去那個飯糰 那個飯糰它是雞肉牛肉飯糰 所以它會有一點點淡淡的味道 而且它的湯是有湯的顏色 但是鹹度的話還不夠鹹 然後加一點調味料進去 我決定要加一點這個柚子胡椒 柚子胡椒 柚子胡椒 柚子胡椒加進去 我鹹味又有香味 今天天氣好冷 我覺得吃得很好 好香喔 柚子胡椒 很適合沾這種鍋類的食物 再把雞蛋放進去喔 好香的 這是柚子胡椒的香味 然後再加一包 這個柚子胡椒比較醬 加進去以後整個湯頭喝起來 又變得像日式的那種高湯 就是那種日式的那種高氧 柚子風味的香味 那種植物 我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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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熄了 我熄了 我熄了 它有蛋包 在哪裡燙一燙 看似乎的味道 嗯 就多一流 蛋煮少一點也要好 這樣子煮這集煮是最深的 那個高麗茶的話大概30塊日幣 因為它是四分之一 然後香菇的話呢 算80塊日幣左右 因為它只有半盒 加上雞蛋是19塊日幣 然後那個飯糰的話 三顆一百多塊 所以算50塊 所以50加20加30 加80 50加20加30 OK 200塊日幣有找 所以這幾組 是最便宜的 在這邊 嗯 裡面我的飯糰煮的 很燙燙很香 然後呢蛋 我的蛋 我的蛋是半熟的 然後超燙 還有我的香菇 這樣子 就可以吃一餐 然後 鹹度還是不太夠 還有這個麥當勞的搖搖粉 是海苔的 把它撈進去 其實應該是很搭的 改天應該去買個高湯匙 好 我在阿蘇山上買的梅子 看得到 這個配稀飯了 有沒有 覺得這個沒有 看得到 梅子 看得到 這個配稀飯了 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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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德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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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吃起來應該會像 梅子炒後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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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覺 叫面 酷 梅子炒後飯